我們這次的主題是天賦創造的美 天賦創造的美 也充滿美感 大家看到不同的生物 也看到神創造 第一就是寂陽的美 寂陽的美 因為神創造的光是有七色 其實不止七色 它分開是七色 裡面有很多種顏色 尤其在日落的時候真的很美 顏色的配搭 大家看得到很美 我們寂寞 看看有些什麼前景 譬如前夕河 有些草 有隻小鳥 在遊客局看日落那樣 這些都是看到神創造 寂陽的美麗 水滴 因為水可以透光過來 有很多時候我們拍的水滴 就可以拍到後面的植物 有些看得很清楚 看到花 看到一些鹽 等等 這些都是不同的水滴 水滴後面是有另一個景色的 在水滴透過水滴 這就是花 這是什麼花呢 這是荷蘭豆的花 荷蘭豆的花 荷蘭豆的花也不是這麼美 其實這些花 大家看到的顏色 不是一種色 它會慢慢變色 有不同的顏色 所以耶穌說 你看野地的白花 比索隆所穿的衣服更加滑 紅葉的美 紅葉的美 我們看到紅葉的顏色的改變 由綠色 轉顏色 然後它轉顏色的時候 有不同的顏色 都是非常之美的 這都是紅葉 由於這幅圖 你可以看到 是有很多顏色的 這個攝影的方法 就是叫做前清後蒙 前清後蒙 即是後景可以很蒙 這是有方法可以做到前清後蒙 不同的效果 昆蟲 也是很特別的 中間那隻其實是一種的蒼蠅 不是我們普通見的群蠅 都是很漂亮的 其實神都令到他們的設計是非常之美的 另外這四隻昆蟲 在左上角那隻就叫做虎甲 你提過好一點 大家看看那個顏色 第一 它有十字架在那裡 第二 它的顏色 真的有很多顏色在一隻昆蟲上面 這隻虎甲我們都見過好幾次 真是一種很特別的十字架的昆蟲 下面這隻就是龍眼雞 龍眼雞我們見過一次 也都是很特別的一隻昆蟲 它的顏色 這隻是在龍眼蟻荔枝上膏的臭屁蟲 其中一個過程 它有小隻點 這個中等 還有一隻大隻的 即是我們看到 就算昆蟲 都是神 都是裝飾的 這些是鬥糧 或者是龍眼蟲 看到它們都是有很多種的顏色 也看到有些人在交配 它們交配很特別 是它的那個 就是它的胸的上膏 在那個位置 即是我們就很明白 為甚麼會這樣 有這樣人在交配 那就是蜻蜓 其實蜻蜓和鬥糧比較容易拍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它們很多時候會定在這裡 不需要很長的鏡 如果拍著小鳥 就要鏡比較長 但是長鏡 你不要那麼大 只要很巨型的拍 其實我看你用那些攝像機 就是用一個很小的一個 長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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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很多照片 這裡不同的蜻蜓 然後就是蝴蝶 蝴蝶 都是可以用那種相機 都可以拍到的 用那些長鏡 比較拍得可以近一點 你看到真的很多種顏色 好了 雀鳥 雀鳥 雀鳥真是挑戰性很強 攝影雀鳥 可以是一種興趣 是一種運動 為甚麼運動呢 你要走去找她 你要耐性 你要站定 或者用一個三腳架 你要走來走去 還有運動要追著她 我們在家裡有一個 很有興趣 就是拍那些小鳥 他們飛 怎樣捕捉她飛 我會說一下 我跟太太 很多時候 我們放假的時候 就會去拍小鳥 其實這真的是香港 一個非常好的活動 可以跟朋友一起 可以跟夫妻一起 跟兒女一起 去逛逛 你不是拍的 你逛逛逛逛逛 都很漂亮的 就像麻將 我們常見 但是麻將是很漂亮的 麻將它的羽毛 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看到 這裡不同的顏色 那種鳥仔的漂亮 這一隻就是菲律賓的孔雀 孔雀 不是普通的孔雀 它的孔雀是跟我們完全不同的 我們都要看到不同的地方 去到不同的地方 整個設計非常漂亮 色彩的美 這一隻就是赤紅生椒鳥 赤紅生椒鳥 我們都見過幾次 它飛的時候真的很漂亮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毛都是紅色 我一次看到它飛的時候 好像一團的羽毛 是紅色的羽毛 整隻好像是紅色 其實它有幾個顏色的 但是整隻好像看上去 整隻紅色的羽毛飛起來 真的覺得很特別 這個是神設計 非常漂亮的雀仔 左上角呢 這個就是B-Ener 就是王馬豐虎 這隻王馬豐虎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一個相片就是 有成二百隻那些蜂虎 走在我們去到佛羅交易那裡 他們回家睡覺 全部都去那兩個樹枝那裡 現在很特別 我們看到的情景 就是有很多人來了 跟著有群離開 就好像帶多些來 好像我們今天在這裡休息 蜂虎主要是吃蜂類 蜜蜂、其他蜂類 我們有時看到它 它會把蜂子打到樹枝那裡 將蜂子針打走 然後才吃它 這兩隻都是脆料來的 都是捉雀仔的 King Fischer 捉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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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魚的 有色彩的味道 這一隻就是 五色 五色鳥 台灣的五色鳥 這個神真是很特別 它設計一些顏色 一隻雀仔可以有不同的顏色 這隻是藍刺燕碑 藍刺燕碑 這個真的扭腰扭得很漂亮 因為那些雀仔的關節和它們很不同 它們的雀骨和它們很不同 它們的雀骨和它們很不同 它們可以用嘴製造自己的頭籠 從它自己清潔 或者做你的毛 這製造自己的毛 這隻是太陽料 叉美太陽料 這隻呢 就是藍喉歌渠 我給它一個名字 叫做口水堅獎 你看它 口水堅 口水堅 是紫藍色的 很特別的 我們有一次 在元朗北區 其中一處 看到它在泥地 在草台泥地 它是主要走過 它會飛 但是它會走 一邊走 一邊走 一邊追著它們 拍照 然後這裏有七色 紅 炒 黃 綠 青 藍 紫 不同的雀仔 都有神 創造它們不同的顏色 非常之美 長美的就是 紅咀藍醬 紅咀藍醬 是香港 都幾容易見到的雀仔 不是經常見到 不過我們見過 我想都有可能十次 大家如果要留意 你會見到 牆尾和牆尾有些圖片 下面這個也是紅咀藍醬 這兩個是阿歷山帝 我告訴你哪裏 可以看到 就是去九龍公園 海防道 那個入口 上居有些大樹 你看一下就會見到的 你試試去 就這樣看就看到 它有很多隻在這裏 就是曾經 好像是打仗時期 有人留了幾隻在這裏 接著它們繁殖 就是香港也有繁殖 另外白鷹舞 小葵花 紅頭鷹舞 就是白色的 就在香港公園 有時在高樹 大家會看到的 好了 卡風之地 就是我們初頭拍過那隻 牆尾闊嘴鳥 你看到它真的很卡風白 這個樣子好像公仔一樣 好像戴著頭盔 它的動作也是很有趣的 這裏就是不同的小鳥 這些都是闊嘴鳥 這兩隻是黑黃闊嘴鳥 這隻又是白胸翠鳥 白胸翠鳥 當牠捉完魚之後 牠去曬牠的毛 讓牠擀回 這隻就是中貝白鷹 它有點像賊仔一樣 因為牠戴著眼罩 好像賊仔一樣 但牠的樣子很純 這隻就是我們去泰國 那裏見到的一隻 牠貓頭鷹 那些牠的鷹 真的很厲害 我們看上去 那裏有馬門鷹 我們看著都看不到 牠找一支燈 射過來 這裏上高 牠不會照牠 照牠下低 你看上去上高 你會見到 真的看得很細小 我們用長腳 所以拍到 這隻雀鳥 可能大家會見到 在香港經常見到 這隻雄耳碑 我們給牠的名字 我給牠的名字 叫Gelto 這個頭 很像Gelto 這隻雄耳碑 其實這隻雄耳碑 是很漂亮的 牠有兩個地方 顏色的 亦都是常見的 即是我們看得到 神所創造的 這一種就是 潘尿 就是西尿 西尿 頭頂有一個 這樣的 一個東西 有一個其中作用 就是用來共鳴 即是發聲音的時候 可以有共鳴 好了 賭影 因為神創造的水 水可以反映一些光 所以就能夠有賭影 能夠 我們看到賭影的時候 將那個 雀鳥更加 顯出牠的靚 這個八隻零 是常見的 你去水邊 經常都會見到 八隻零 雖然八隻零 這麼常見 但如果你拍到牠飛 也很漂亮 那你怎麼拍牠飛 我們對準 雀鳥等牠飛 當牠好像想動 飛 我們即是會連拍 連續拍 就拍到牠飛 一會兒會給大家看 這一隻叫做金康行 金康行很小 有時比較難見到 但很特別 在眼裡都會環節其中 眼圈是金色的 是很特別的一隻雀鳥 就是樣子很特別的雀鳥 而白鹿 我相信大家經常都見 白鹿是很容易拍的 亦你想拍牠飛 是很容易 因為你對準牠 然後你設那個相機 是用速度 快速連拍 那你就可以拍到牠 拍牠飛 這個動態 即是雀鳥的動態 上高兩隻是夜露的幼鳥和食鳥 好像吵架 牠們其實不是吵架 因為他們吵架 之後又會很友善地坐在旁邊 這個就是脆鳥 普通脆鳥 我們怎樣拍牠呢 牠通常在樹枝等 一路拍著牠連拍 一路跟著牠飛 然後拍到 就是剛才我們見到 臭嬰兒那隻就是脆鳥 這個是紅嘴架 亦都在香港 是會有見到的 有些海鷗來到 他們就會在魚塘那裡捕魚 不過也有時候捕魚包 因為很多人 放在麵包和餵魚 有很多時候的海鷗就來吃 展翅的味道 這個就是白空翠鳥 我們就是 因為牠在那裡停 然後就拍牠 但是都是拍很多張 才拍到一張青腳 都是要嘗試的 是其他種興趣來的 另外是展翅 這隻鳥仔 我相信大家很多時候見到 八波 八波我給牠一個花名 這裡看得不清楚 牠的頭頂有執撲的 大家沒見過 牠有執撲黑色的鵝 我們就叫牠拆頭檔 牠一飛的時候很漂亮 你撿到牠 有兩個白色的斑點 這個是反嘴雲 是水鳥來的 你看到牠的嘴是向上跳的 反而牠飛的時候很漂亮 有時牠不是飛 牠是由一度跳去另一個位置 牠都會剪翅的 我們都可以示範牠 下面這隻是黃鳥 如果後面有太陽 可以拍到牠的展翅 漂亮很多 那些翅是漂亮很多的 這個就是蘿蝦 然後這隻是麻鷹 在西貢碼頭 傍晚的時候 下午四點開始 是有很多麻鷹去 然後那裡有個麻鷹島 你會見到幾百隻麻鷹 在麻鷹島上 在西貢的地方 在西貢的地方 這是湯爐 這是龍池 龍池也是在香港北區 是容易見到的 它是未水足魚的 然後很多時候在天空飛 石塘飛有人字形 很多時候都會見到牠在那裡飛 展示什麼 這個就是謝霖 白謝霖 飛的時候很漂亮 這個是喜掌 我們怎樣捕捉牠呢 牠站在那裡 我們就一路對著牠 看到牠想動 一想動 立即開始連拍 這樣就拍到牠的連拍出來 下面這兩隻 夜路就好像打架那樣 這隻是黑戀皮鹿 黑戀皮鹿 黑戀皮鹿是香港的明星長 全世界少有的 但是香港是頗多的 牠有個嘴 就好像一個琵琶那樣 凸出來 牠的動作很容易看得到 在水裡 牠撥一下撥一下 我們去到北區的沿堂 有時都看到黑戀皮鹿在那裡捕東西 捕不同的食物 我們一會兒會看到有人 高哥這隻是灰頭椒瘟 灰頭椒瘟 灰頭椒瘟 我們就看到牠的灰是灰色 這就是我們先說的長氣闊嘴鳥 蛤蝙蝦 這個就是蟲長 我們說黑領良鳥 很喜歡兩隻這樣釣 這隻都是灰頭尖蝦的 開餐,大家看到這兩隻蝦 其實是同一隻雀鳥 不過我們把兩張照片放在一起 有時我們拍的就是想捕捉到牠剛剛在吃東西的時候 這個是在吃門蝶 這個是在吃蜻蜓 這個是在吃魚 這個是在吃蟲 這個是在吃火 這是蟲,蟲,蟲 這是蟲,蟲 這是什麼叫做 橙斑碑 你看牠的顏色真的很漂亮 有黃色,黃色,不同的黃色 還有慢慢的鑽色 在這個中色也有些黃色在裏 其實真是神創造 牠們每一種都是設計的 非常之靚的 另外一個達士寫 有五個就是蟲鷹 這兩隻是蟲 這兩隻是蟲 我發覺蟲的眼是比其他武術小的眼 能夠令牠很遠露 可以看到牠想要捕捉的生物 這都是蟲鷂 這都是蟲鷂,安妙 頭一頂那個是用來蟲鷂 這都是蟲鷂 這就是蟲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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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看到蟲鷂 這就是蟲鷂 這個蟲鷂 我們給了個番名叫背心鷲 這就是我給的,這些番名是我們給的 背心鷲,好像人家白色 這就是一件深色的背心 有一些叫做背心鷲 那是蟲鷂才這樣 平時是這樣,右下角是平時的樣子 我們都去想,牠怎麼由平時的樣子 變成蟲鷂 在墊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有沒有人拍到牠墊的時候是怎樣的呢 我都覺得很神奇 很多種鳥鷂,蟲鷂的時候 會轉顏色,而牠轉得很特別 整隻完全變了 我都去想 牠脫了之前那些生的出來 因為牠有露鷂 我都未研究到 我們慢慢研究一下 鳥群,這些就是露池 牠們一群這樣 我們看到在水捉魚的小鳥 在中國有些地方是這樣的 找條繩綁著牠 放牠到水裡捉魚 捉了魚,牠吞不了,然後拿出來 就是用魚腐龍這樣的方法 一天可能被牠幾條魚 其他時間牠就捉了 給牠拿出來 這是其中有人用來捉魚的一個方法 我自己就覺得有點殘忍 就是那隻小鳥 捉了又沒得吃的,很辛苦的 好了,大家看到這裏 我在崩區公園拍的 在這裏開花,看到很多隻 這些就是暗綠 瘦眼尿,或者叫做相思 英文叫做white eye 你的眼睛有個白圈 如果大家看到那些小隻 在樹上,很小隻而已 這麼小隻 這麼小隻都在樹上 有些可能性 是這個white eye 這隻就是我們在黃羅交椅 看到的那一群的皇后豐腐 我們通常叫做white ear 是在樹上睡覺的 這是黑刺長腳骨 香港都常見的 這是什麼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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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看到魚就會捉來吃 看著他們 停在一個岸邊 然後被快捷走 一撞就飛出去 然後走一輪,然後回來休息 等下一次又會出去 在大埔海軍公園 大家會看到這個情景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看 這是阿里山大 我所說的這棵樹 就是在九龍公園和海防道 那個入口 樹上就會看到這些 阿里山大 他們都很喜歡兩隻在玩的 其他另外都是 我們看到他們一對 就是在玩的 這個武袋 是兩棵的 這個小碧梯 我們先說 這個武彈那個 這個彈是黃一點 這個彈是白一點 為什麼呢 我又不知道 是不是快捕出來 是黃色呢 因為這隻媽媽生出來的彈是黃色 我又不知道哪樣的 然後呢 你就看到這些嬰兒在背部 真的很可愛 現在大家去 待會我會告訴大家 在哪個位置 如果你出去看 你拿個黃色夾去 或者你買一個 小小的就行了 有些小的 長鏡 他這麼小 但他會伸長的 就可以看到他們 拍到他們 就可以看到他們 看到他們 這些嬰兒在那裡 有個蛋在那裡 餵他 餵他的時候 他都會走過來 這個燕子 我們去拍他 餵燕子 我們什麼時候開始連拍呢 見到那個嬰兒緊張 他就會馬上 一馬上開始笑 馬上快速去連拍 那樣 拍到他們 真的馬上開口 然後馬上來 是很快的 是非常快 就會跌了他 然後連續 給大家看 這個 或者爸爸飛下來 然後 然後 很快 同樣的速度 翻轉 拍這些連拍 是用高速 比較好的 用高速 拍到那些耳目 在過程中 都很漂亮 我們一起讀一讀這個經文 好嗎 我的肺虎是你所做的 我在武福中 你已浮避我 我要稱謝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惠 你的作為奇妙者 是我深深之道的 真的 我們看到 從動物 我們看到神 那種創造的奇妙可惠 從我們人的身體 那種奇妙可惠 其實我們人的身體 在任何一部分 缺少少少抗物質 有什麼工作低了 有什麼成分少少變化了 已經會有問題 神的創造我們非常奇妙 我希望大家欣賞 我自己的手指 多謝天父 讓我 有手指弓 可以拿著 如果全部都是 好像四個手指 很難拿著 我的手指弓 多謝天父 有手指夾 很簡單 很簡單 那些關節 真的 配合得很好 還有 手指弓 可以用來拖手 有什麼事 可以用來拖手 這是神創造的設計 奇妙 我們的腦 神創造 我們能夠處理 這麼多東西 我們全身看到的東西 全部用電流 傳到腦 被聞到的 微露也是傳到腦 我們耳朵聽的聲音 亦都是用電流 當腦收到這些電流 他會懂得 你現在看到什麼 聽到什麼 你要聞到什麼 身體觸摸到什麼 都是神設計的 好奇妙的地方 我們身體可以享受 我們可以聽音樂 我們享受音樂 可以唱歌 真是神做我們很特別 穿仔唱歌 有些人發現 那些人聽穿仔唱歌 是沒有那麼容易低沉的 是可以醫治心靈的疾病 這些都是神創造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去過 那些自戒的地方 那些葉 樹葉 那些花很漂亮 然後你聽到那些鳥仔 在唱歌的時候 真是很舒服的環境 香港不是那麼容易 找到好的環境 你要去家外 在家裡比較少 當你聽到這些鳥仔叫 其實是一種很舒服的 神所創造的 所以我們說 神 我們真是受造其妙 我為神 有恩典有慈愛來創造 我們看到那些動物餵 其他動物 其實都是有神的智慧 譬如你聽很多時候 捉的那些蟲 有些是worm 有些是一隻隻 有些是一條蟲 有些是有腳的蟲 那些蟲 那些蟲 對於自戒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它將 池囊裡面那些 死了的生物 有些什麼 可以化解 吃掉它 好了 如果全個蟲囊 只有蟲 全個堂都是蟲 就有些 鳥仔 有些鵝 有些魚來吃它 不是蟲太多 就是這個循環 這個food chain 有鵝 有鵝 就吃那些 還有那些動物 也是的 有些人以為 那些猛禽 或者那些 恐怖的動物 是不好的 其實是重要的 原來有狼 有獅子 那些草原 那些動物 是健康些的 因為它跑得多 它們會健康些 它們會少些問題 還有它整個環境 是會更加平衡的 這個是神所創造的 這個環境都是非常之美麗的 我們感謝神 神出於愛 去創造的一切 我們的心裏 就是感謝神 你這麼奇妙 我們讀考古經文 詩篇104篇14節 它使草生長 不服足人 使蔡莊 發掌 功德無用 使人從地裏得到食物 也可說 你所做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做的 見地滿了你的豐富 這裏都養下你 這裏都養下你 這個世界全都是養下 食物 所創造的食物 來供應 人都是 不過因為人的罪 人的戰爭 人的鬥爭 欲望 引致這個世界很多問題 人為了它擁有的時候 是很強勢的 燒那些森林 其實人如果很照顧這個環境 這個世界更好 但我們看到現在環境轉得很差 如果大家留意 其實根據巴黎氣候的協議 他們開會 他們會說 其實在十年之內 這個地球的改變已經很大 而最初就說到這個世紀末才會變差 其實不會的 其實很可能 在十年至三四十年之間 這個世界已經變得災難性 現在其實很多地方災難性 這些都是應驗食經預言 因為食經廣東活生有什麼發生呢 就是會有很多飢荒 和好熱 很多疾病 這些都是因為氣候的改變 我研究這些氣候 也同時研究世界現在的競爭 和戰爭和核武 有些很敏感 別人會害他 於是他們就弄核武 有些很強勢用去霸道 其實都不知道哪個國家 一時一惹起 就會發射一個核彈 也有時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已經有三十幾次 核彈可能發射的危機 有些是誤判 有些真的好像有飛機過境 真的準備射飛彈的時候 但結果是沒有做到的 如果這些發生 有些人以為一支核彈就影響那個地方 其實不是的 有些人研究過 印度和巴基斯坦 是全世界小核彈的國家 就算這兩個國家打仗 全世界有什麼後果呢 全世界都會有很多層在高空 以至整個地球會動 以至種的植物會死光 即是說任何地方 如果發射核彈 全世界一起受苦 很多人會死光 其實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 聖經說了會發生 聖經說了 而聖經是有說到 在七印戰爭的時候 尾上奪去太平 還有說到七號的時候 有燒著的山 在海裡 全部的水變為有毒 這些是外太空的滾石 或是核子彈 飛到水路我們不知道 但我想告訴大家 我們有很大可能性 我們看到這些移著 很大可能性 我們是會面對 見到這個世界 進入最後末期的一群人 而我們看到神 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應該靠耶穌站立的位 多愛耶穌給神的洗腦 祝福我們 讓我們在這個時候 多傳福音 關心人 將耶穌的恩免帶給他們 當我們時事 活在神的愛中 被神更生 我們不夠更生 周圍的基督徒 都愛主 我們愛主 我們就有力量 我們不愛主 我們就沒有力量 而有些人 我們都要向神交象 我們每一個都要向神交象 我們所做的一切 都向神交象 如果我們做神所喜悅的人 耶穌說一杯涼水 都不能不得上次 耶穌不是說要做了很大的事 就算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我希望大家 生取機會 給神使用 是神所喜悅的 我們一起讀這首經文 第二首經文 詩編十九天第一節 詩編述說神的偉要 同仗全人的受戀 這日到那日 一出言語 這日到那日 傳出知識 就是神的智慧靈耀充滿全地 無言無語 我們都會看到神的創造奇妙 神很想這個世界活在和諧之中 不過因為人的罪 所以有很多問題 但當我們將神的愛 帶給更多人 這個世界會更多人得到耶穌 我會這樣說 這個世界已經完結好了 因為聖經講到末期的時候 是要遇到荒災 但我們幫更多人 能夠得罪永生 能夠被神改變的話 我們整個生命就很大的提升 神就起源我們 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一切都會加給我們 你想要神將祝福加給你 你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什麼叫先求神的國呢 我想多些人信耶穌 我傳福人給多些人 第二 耶穌哪個話事 那就是祂的國 你的心是不是耶穌話事呢 或是電影話事呢 或是錢話事呢 如果是耶穌話事呢 你的心就是天國 你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 你遵從神呢 這些一切就會加給你 神會祝福你 還有我們愛神呢 神就為我們預備 晚禁未曾看見 晚禁未曾看見 人生未曾想到 祂就為我們預備 非常美好的恩典 你一生必定復福 一定有豐盛的恩典 我一生呢 我現在來講 我是 由早到晚我都時空 但我現在呢 不像以前 以前我是教會的牧師 現在我是一個 宣教士 一個訓練人時空 興起人的靈靈的牧師 是義務的 全部我所做的義務 我的心態呢 我興起這麼多人 去愛主給神使用 去榮耀神 祝福你周圍的弟子 祝福你這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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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多人愛主 祝福你周圍的人 都能夠得盡救恩 祝福你周圍的人 祝福你的家人得盡救恩 祝福神這麼奇妙 祂都會賜給我們的力量 我們首先有個祈禱 我們先給大家一些 凡文的時間 我們一起起來好不好 一起起來來到神宴前 我們求主耶穌 更生我們的生命 求主耶穌 安慰我們的心 加力給我們 這一陣子 我都帶大家 敬拜的方式 我不用求我這次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何在親近神的時候 可以享受神 而被神的改變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讚揚你 因為你愛我們每一個 我們看到你創造的 那些環物 那些鳥仔 那些花草樹木 那些清瓶 各樣的東西都是很美 我們都看到動物 他們會照顧他們的子女 因為神你是充滿愛的 所以婦人也能忘記 他吃爛的英文 不練習他所生為子 即是有忘記的 你都不會忘記我們 神歉 將無愛父愛 放在我們的心中 你都放在動物裡面 因為你是充滿愛的 主要幫助我們 深信我們 你所愛的 иск留在動物裡面 留在進行中 主要從心中 歸買不知 只會結束 有耶稣爱爱我们就肥胖 有耶稣爱爱我们就鞭散 我们就没有淡子 我们就没有烦恼 有耶稣爱爱我们 我们前面的路程 就可以变得光辉 我们的路就可以 走在我们预备的美好的计划之中 先祝福我们 耶稣帮助我们真心很爱你 真心会念你 耶稣和爱你 可归在你面前 真命和记败 可无以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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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人生就有过去 那有什么意思呢? 那时候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意思 但当我看到那本科学的书 讲到有个神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神奇了 真的有神,有天堂 真的很好 我一听到就觉得很好 当我知道有神 我研究了圣经的预言 圣经的科学证据 和经历性的证据 人真的祈祷可以得医治 真的有邪灵 还有人有灵魂出竅 我很多都研究的 上网大家看到的 灵魂出竅 有些人打坐会灵魂出竅 有些人死了灵魂出竅 然后看到周围发生的事 后来救回来 他说我看到你说什么 我听到 不过我说不到给你听 人真的有灵魂 有些人有去天堂有地狱 真的有神 当我知道有神 我相信耶稣 我是很认真的 我很开心的 我用一个例子 从小开始 我爸教我们 打拳 掌上压 打沙包 我坐升降機 我自己在那里打拳 然后我就在想 我现在知道有神 神看到我坐升降机 打拳会笑呢 我会这样想过 我会想到 神是很真的 在现在在这里 而我后来在我人生我发现 神真的有很多工作 我说一些例子 我试过三次 差不多撞车会死的 有一次在高速公路 在外国 是很快的高速公路 那时候是未到结冰的时候 是全条路是干净的 但是忽然间 我不知道 这条路中间有什么 有可能是一些 冰 少少冰 少少露水在那里 在地上结冰 车走到某一路 忽然间转 一转 那里是两条路 然后中间有个分隔 我就由最右条路 转到左边的路 转到分隔那里 当我车一去到之后 接着有个大货车 在我后面冲过 我稍微持的那样 我已经会死掉 也有另外一次 我就想爬一个车 因为对头车 有个车很慢 我想爬它 为什么我一爬它 它又加速 接着对面的车就到了 其实本来很远距离 为什么好像很快到 我又缩又缩不了 那时候我实际说 耶稣 我不知这么快要见你 我直接是这样想 然后那时候 忽然间那里的路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个位置 那车走到 结果它没有撞起我 我直接以为它撞起我 我也有不同的意外 我试过一次 拉一个车房的闸杂 它有个电子 我制坏了 我用一手拉 不是一条线 我拉一个闸杂的中间 我打算一拉 立即缩住手 怎样一拉 它立即备住我的手指 痛了几个月 如果当时稍微大 但这些手指已经没有了 那便已经不能弹琴了 这些我觉得神 是做很多奇妙的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不同的经历 我人生我看的时候 神是预备我去哪一间神学院 神叫我经历的 全部都是有个目的的 有一件事很特别的 就是神会说话的 我自己就不是很听得到的 但有些人听得很清楚的 神给我的意念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是教导 譬如说 如何教导人 如何帮人处理生命 如何处理罪 这些我有很多教导 这本书有讲的 我讲一个例子 我和一个同工一起去宣教 我们在中途要转飞机 在大堂那里等巴士 他说你要等 等到叫你出来 去飞机场的巴士 你出来 我们就坐在那里等 然后他们就叫 飞机场的巴士可以出来 我们就出来 一群人出来 接着看到一群人上大巴士 我就上大巴士 放下行李 接着上大巴士 走到中间 因为我这个同工 他很多时候听到耶稣说话 他走到中间 他说这个巴士不是去飞机场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耶稣告诉我 于是我问问那些人 我问这个车是不是去飞机场 他说不是 隔几架 因为同时他叫了两架车 我们只听到去飞机场 所以我们就跟他上去 多数人去那里 谁知道那不是去飞机场的 由这个经历 我看到耶稣真的和我们在一起 不过有些人 就会收到更加清晰的声音 我第一个太太已经识路归主 她曾经试过一次过马路 当她想走出去的时候 因为她周围都是车 她不是在路的中间过路 她走出去的时候 忽然间有声音 停住 她停住 接着有车冲过 这都是神可以给人的声音 这是我识路归主的太太 我有很多这些经历 我曾经受过很大的迫伯 有人见到我 他立即跟我说 我想跟你祈祷 然后他祈祷 他就说 你现在面对着很大的迫伯 他将我实际的情况说出来 然后他告诉我 我应该如何面对 这些都是神可以赐给我们一些感动 有时你会收到一些感动 有些人说我听不到神的声音 其实每个人都听到的 你犯罪是不是觉得不舒服的 心肯是哭哭的 你骂人 不饶主人 很不舒服的 这是圣灵的声音 你听到圣灵会跟你说话的 你看圣经 神会跟你说话的 当你回应 你越回应 神就越多大令 你越多回应 神就会指示你当行的路 因为我经历了很多这些事情 我也看到耶稣什么都帮的 我帮很多情绪的人 因为我网上有很多影片 有情绪的 有身体疾病的 有烦恋的 甚至有邪灵搞妖的 都有人找我 什么人都有 我都去过15个国家宣教训练人 侍奉神 帮过很多人 我看过很多人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知道 我走神的路 一定得神的欢喜 所以我看到什么都想到神的 我看到这个架 因为神造的物质 所以我们有这个架 神造这些木 所以这里有广台 每一样东西都是神造的 我们身体这么奇妙都是神造的 我越看到这些 哇 这么漂亮 我看过神造的 所以我什么都想到神的 我希望大家都开始想想 吃饭的时候 挺好吃的那些菜式 肚饿的时候 闻到饭香 是不是很香 闻到那些菜味 有时候回家 有人在煮菜 很香的 这是神设计给我们的 那我们现在就不去想 到日后才去到天堂才去想 我们失去很多机会祝福人 那你现在想定 现在趁现在可以做的事的时候 神是一个很容易讨喜悦的神 你只要感谢祂 因为圣经说 你爱祂就为你预备 你想也想不到的恩典 所以神不是一个很难亲近的神 祂永远都爱你的 这样的时候你就容易了 还有祈真土可以有喜乐 神现在很开心的了 那你就会开心一点 我现在祈祷 神就会欢喜的了 这是圣经说的 就会什么东西都连到神那里 其实有一天我们个个都要交账 有很多人死过 网上有很多这些故事的 死过 他们第一次遇到的是什么呢 是他一生的人生的反照 就是看他以前发生过什么事 他想起他以前做过什么 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个经历 我们就会说 原来我浪费了这么多时间 其实也有很多人很惨 有很多人不会得很惨 为什么呢 被人骂 烦恼 激气 睡不到觉 身体病痛 很多问题 很多人都有很多问题 他就觉得耶稣都帮不到 所以跟耶稣没有关系 但是我真的说耶稣帮到的 你越多亲近神 你就越轻松的 我告诉大家 我差不多七十一岁了 但是神都让我变开 我可以打网球打很久的 神让我仍然的声音非常清亮 我通常从早到晚都可以做 除了我有其他事情应该做的时候 我亲近神 还有我不断写 因为我有很多意念想教导人 我时时都想到做神所吩咐的事 因为我知道神是真 而且祂一定会祝福凡是爱祂的人 而不爱祂的人 一定是得不到封城的生命 而生命有很多问题 我不知道是不是稍微回答到 你所说的这件事 或者有哪一方面你想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我们承认我们不是有时 我们在日常生活上的那种信仰的角差 我们有时就是见到这种信仰的角 即是感觉耶稣是陪伴这种心怀 我们就是正正的 这种经验我们是弱的 甚至乎是很难复的 那牧师你有没有 就是你信了那么多年 有那么多挣扎 有那么多抵折 有那么多故事 你也可以集成这种 我们承认那种处境 我们小经验到耶稣的那种陪伴 我们有什么可以做呢 那我坦白说 刚才那些诗歌 我三十年前开始听 这种诗歌的见法会是OK的 诗歌到的时候 就经验到上帝的陪伴 圣灵的同灾 但我坦白说 诗歌一过后 圣灵一陪伴 神那种陪伴就会降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难处就是 我们知的东西都是陆水 不过都不需要 但各方面都是有一个框架 但我觉得我们圣灵的难处就是 我们知道不少信仰的一些 你说圣灵和神浪都不需要的 但我们在经验上 不是把握到神的那种图伴 刚才你所说的 通过都领去扯回神生命的实前 但你可不可以谈谈 或者谈谈你的灵修生活是怎么样的 好 谢谢你很实际 具体问出这个问题 在我初信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件事很特别 当我看灵修的书 和唱诗歌和祈祷 我真的发觉 宁静一些的 我想问大家 尤其是你也有的 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 有几个有的 就是你亲近神 你觉得宁静 舒服 平安 或者你里面的挣扎 神会帮你处理到的 有过这些经历的举手 OK 这个是一个起点 这个一定有这个起点 凡是基督徒都应该有这种东西 这个就是由我们去亲近神 另外圣经耶稣说到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心灵诚实去敬拜 心灵包括什么呢 灵与魂 魂包括什么呢 思想 意志 感情 灵就是整个人的 inner being 整个里面 思想 意志 感情 和灵如何敬拜呢 我形容一下 思想 认同神是最好的 神是很爱我们 和祂有一切的美善 一切的恩典能力 都是祂手中的 神是最好的 第一 认同圣经全是好的 是对的 第二 二致 跟从世界 是我们会得到需要的食物 不过很多人都得到需要的食物 不是个个都饿死的 不是说你一定要全心追求世界才得到食物的 所以我们追求世界很多人就为了有食物 或者更高的享受 但是其实 一个就算贫穷的人都可以得到的 所以既然神那么好 我决意跟着神 这个疑似 第三 感情 我相信大家和人 和家人 和你的家里 拥有的物质 甚至你这件衣服 你也有感情的 这件衣服我喜欢穿 如果这么多东西有感情 神应该更加有感情 我真的很喜欢神 我真的没有人像神那么好 我太太真是神给我的很大礼物 她真的好得很紧要的 她有时摸到我这些 她只会拿一些酸酸给我 我时被蚊子浸过 她又将来会检查 蚊子还在不倒 她会留意很多小的事情 大家都会关心对方 她真的对我很好 不过我会这样想 她能照顾我的地方 是一部分 但神是照顾全面性的 所以我和太太的感情 我和神的感情 更强很多倍 因为我知道神是 什么都照顾了的 我什么都想到神 我看到食物 我又想到神 我看到人的美善 我又想到神 我看到人的眼睛 人的眼睛传递感情 我又想到神 神创造我们的眼睛 人的每一样东西 我们的声音都表达感情 我都是欣赏的 所以我和神这个感情 我真的很喜欢神 我看到狗 我觉得狗是很有趣的 我说一个小故事 我什么都留意了 很多故事我都留意了 我曾经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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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试过一只老狗 在一个店面前 经常都躺在地上 是完全不活跃的 但有一天早上 我看到一个店开门 我第一次见到狗 是活跃到不得了 他老板在开门的时候 他不停跳 但他平时是躺在那里 很老的 但他会这么喜欢主人 就是神做这种圣情 狗会有这种圣情 那么我心里面 我就很欣赏神 原来你是 会将感情放在狗里面 所以我和神是很有心的感情 还有我整个心灵去敬拜 那么我祈祷 我告诉大家 我怎么样 还有我思想圣经 我不是只是思想的经文 我思想经文背后 神的本性 例如十二人血患的妇人摸耶稣 耶稣是谁摸我 她不敢出声 接着她说 必定有人摸我 因为有能力在我身上发出去 接着那个女人承认 耶稣说什么 女儿放心 你的信够了你 这三句是很重要 女儿 这个女人和他三不识七 但他称她做女儿 神都称你做儿子女 我们是他的儿子和女 你的儿子不见了 你会紧张 神是这么好的 所以我看圣经 我会看到神背后 他看我们个个都是儿子女 还有放心 他关心你 紧张 害怕 忧虑 他知道他关心 他关心你面对的事情 所以第一就是 他的本性 他是想和我们的关系 第二就是 他关心我们的感觉 第三 我们信靠祂 你的信够了你 就是我们信靠祂 神就会祝福 但是很多人觉得 得不到祝福 我是经历很多祝福 那怎么得到这么多祝福呢 第一 首先就是学习亲近神 就是我自己祈祷 我现在我一想耶稣 我即时有能力经过我自己 我即时有起落涌出来的 这个是可以练习的 不如大家站起身 一会儿 放松的人 你的心 你跟着我 但是你不用说话 黑了眼 多谢耶稣 你试一下 或者你可以开声跟着我说 多谢耶稣 在一个心发出 多谢耶稣 放松的人 多谢耶稣 耶稣真好 耶稣真好 大家可能觉得 就已经宁静一点 这个都是神带来的 那问题就是 你祈祷的时候 有一会儿就没有了 我们就尝试 整天都在这个状态 不是代表你有黑文雅 我整天走路都说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哈利路呀 感谢耶稣 那些喜爱在里面 就涌流出来的 多谢天父 时时都是这样 你就会越来越平安 轻松的 大家 这一阵 或者我们大敬拜 有没有觉得平安 轻松舒服呢 你就留意 原来亲人神 真的会带来祝福的 坐下 这个第一 习惯任何时间 习惯任何时时的状态 你就会越来越经历到神的同在 第二 你放心去为人祈祷 你会发觉 神的工作是很多的 是你会越来越见得到的 有些我看见到的神迹我都惊讶 有一个是有乳癌的女人找我 她说痛了 过几月 她搭火车 我去宣教 她搭火车很远路来 听到有聚会她来 然后我跟她祈祷的时候 她很投入 很放松 她就充满喜乐 接着她说 咦 我不痛了 她回到家 她给医生去检查 她说乳癌没有了 那我呢 是将这个影片放在网上的 乳癌 以牧师 你就会见到的 是真实的情况 我真的见到神做很多工作 或者你觉得很远 就是你就由你自己平安兴省开始先 我整天 我基本上我可以告诉你 我一样就在想着我要做的事 如果不是 我都在多谢耶稣 我现在在想着 多谢耶稣 我整个人很舒服的 这个是可以练习 是可以越偷练 越容易进入那个状态 你可以播一些诗歌 接着她 黑了眼 一直在想着 我多谢耶稣 耶稣很喜欢 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只得多谢耶稣 是耶稣会喜欢的 因为圣经说了 你亲近他就亲近你 你就多结果 耶稣说了 所以他答应一定做的 你说我一亲近神神就喜欢了 这样你就会更加 亲近神的时候有信心 信心是什么呢 我信圣经说了的事是真的 圣经说了 你亲近我 我就亲近你 我就会叫你多结果子 圣经说了 那我就相信 我亲近神 他一定是欢喜的 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可以再跟大家去操练一下 如何亲近神 如何可以 更多经历到神的同在 如果有一次 有长一点的时间去亲近 你们的经历会加强 你们的经历会加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